1. 研判治病所需时间 1. 脚皮 初血等约1-7天 1. 急性病如体力虚弱或严重急性外伤 2. 烫伤 毒液灼伤 肌肉肿脏撕裂 骨折等约10-30天 1. 慢性病如行动迟缓 全身无力 异常疲惫 声音微弱 面无光泽 1. 肢体冰冷 肢体水肿 肌肉萎缩 肌肉腐烂坏死等 2. 又如西医之内风湿性关节炎 帕金森氏症 小脑萎缩症 3. 眉睫中和症 自闭症 植物人 剑动人 红斑性狼疮 牛皮癬等 3. 约1-3个月 最严重者 约3-6个月 4. 若通过原始点所有方法 经半年仍无效 甚至恶化 则属难治之病 好 到这里再谈这个 只有原始点 西医是根本很多病是治不好的 他连时间也就不要提了 中医连这个能不能治 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然后多久能治出来 所以我当医生的开始的时候 就有同道前辈跟我讲一句话 你千万不要跟患者预测时间多久会好 那只有在路边卖药的才可以这样讲 我们当医生正牌的是不能这样讲 因为医学没有这种惯例 也不能预测他多久会好 但毒毒只有原始点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讲 因为他把所有的变因什么都很细腻之后 还有治疗方法也都用到极致的时候 多久会好 一看就知道 你这一个伤口多久会好 应该心里有个底 只要他不犯错 愿意配合 那你治了心里都怎么样 很清清楚楚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是内风湿性关节炎来 我有看到一个女的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她吗 自从好像失踪了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她跑去哪里了 一个女的 有没有 然后好像你们应该也有处理过吧 内风湿性关节炎 其实是很难治的 如果严重 它有分轻重 重的时候很严重 有时候你看她现在好好的 下一刻她突然间都动弹不得了 是这样的 然后严重很多都变形了 所以好像不要说吸 吸是已经没办法医了 但是现在如果是我 我来看这种病 我就很笃定 快着三个月 慢着三到六个月也可以好 就是用这样来预测 我这里写内风湿性 就是这样预测 那为什么 之前有一个美国的内风湿性关节炎 也是这样 治了都有效 但是反反复复好几年才稳定下来 好几年了 因为当时怎么样 用的外内热炎 还有方法 没有像现在怎么样 这么细腻 所以时间拖 现在又有一个内风湿性关节炎 北京做出来的案例 前后经过多久呢 五个月 五个月已经很稳定 但是我看他的做法 也没有像我在对外发表的 那么每个步骤那么细腻 但是他已经做到不错 他还让患者戴手套脚套 做一些特殊的 把它戴一下 然后做保卵 有做这些动作 但是我没有看到他用保鲜膜包扎 涂姜粉泥 然后包扎 然后再用外面 我还没有看到这样 但是听说 他因为他已经知道要按推换处 所以换处也有按推 也有涂姜粉泥 在做的时候 但是这些包扎种种 还没有到我们现在说的 一应俱全 但是前后也经历五个月 所以如果现在在我看法 以现有的原始点的功力 应该可以提早到 甚至三个月就稳定 那为什么 因为都做出来了 而且我们有 只要有一个案例 我们就可以复制到 无数的案例啊 你看牛皮险当时候 是最难克服的 开始啊 一开始也是啊 因为医学界 没有一个做得出来 全身体无完肤啊 哪一个做得出来 当第一个出来的时候 世界各地都传捷报 然后越做的时间怎么样 越来越短 一样只要做出一个 我就知道 大概时间会多久会好 因为原始点 它是可以复制的 重点在这里 那这一条西医 他们不可能有这样复制 因为他们连做出来 做不出来都不知道了 还要怎么预测时间 那综艺还在寒热辨证 那就跟也是不用说了 到这里 就只有原始点在玩 那你们也知道 这里很多到了重 你一看就知道这些病 不是患处体伤所致的 难道会是他处吗 他处简单揉几下就好了 可能吗 不可能 所以你这样一念下来 这里所举的 是属患处体伤 所以你看 我前后为了写这一段 为什么要想很久 就是因为它要通过这些 内外热源按推患处 种种你才有办法判断 从治疗中来判断 好 我这样讲你们理解了吧 好 那这里我们就不说 继续看下面 二 研判治病是否有效 若急性病通过原始点所有方法 比如按推原始痛点无效 用姜粉 姜粉泥 姜汤口服 灌肠 涂抹患处体伤 或喷鼻腔 口腔 将汤清洗眼睛 阴道 尿道 膀胱 并配合按推患处 及其他保健方法 人无效 甚至恶化 或慢性病 通过原始点所有方法 经半年人无效 甚至恶化 或非原始点所能处理的 急性外伤组织受损之症状 如脱臼 断肢 粉碎性骨折 大量出血等 以上均属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且皆以超过身体 能够自我疗愈的范畴 这些原始点处理无效 甚至恶化的症状 除脱臼可寻求中医协助外 其余 西省盛评估 从果处理是否有效 若有 交由西医治疗 若否 最好安于现状 除此之外 所有疾病症状皆适合以 原始点医学处理 此治疗范畴 与中医极为一致 与西医则有差别 西医是从果治病 主要以仪器检查出来的 异常及组织受损 作为诊疗对象 其特色是擅长 治疗急性外伤 也能治疗患处之伤所致之症状 但其最大的问题是 老病不分 将身体衰老的异常 当成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 无端的使病人变多 此外 西医因无他处体伤 与热能不足的概念 不能从因解决症状 故对于他处体伤所致不适感 与功能紊乱之病症 以及显示热能不足之体力虚弱 与组织受损之症状 不仅从果治疗难以治愈 对体力虚弱者 还可能危及生命 此类疾病适合以原始点医学处理 就其原理 原始点医学是从因治病 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由于症状可感可见 故变因失智 只需通过观察症状 按推原始痛点 就可从果推因 以研判病情 治疗疾病 便因失智 有三大诊疗方法 其中便病症提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偏重于治疗疾病 便病症轻重好坏的诊疗方法 偏重于研判病情 前者通过按推原始痛点 使之疾病有不同提伤位置 故对病症能做出更精确的治疗与诊断 而这正是后者所欠缺的 前者不做病情轻重好坏的研判 而这正是后者的强项 由此可见 两者各有优缺 可以互补 至于便治病所需时间 及是否有效的诊疗方法 刚好可弥补前两者的不足 且相较于前两者 他又更偏重于治疗患处提伤所致之症状 因此为了研判病情 治疗疾病 便因失智不可能只用一种诊疗方法 比如便病症提伤位置时 自然会便病情之轻重好坏 而且也会研判治病所需时间 及是否有效 同理 便病症轻重好坏时 自然会在按推时便病症之提伤位置 而且也会研判治病所需时间 及是否有效 所以便因失智融合附用这三种诊疗方法 不请可分辨病症之体伤位置 及病情之轻重好坏 还可研判治病所需时间 及是否有效 使医疗保健资源得以充分发挥 从而达到解除疾病症状的目的 由此观之 原始点医学 以西医最大的差异是 从因治病 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正因如此 对于急性病如感冒 食物中毒 药物过敏 毒物所伤 毒气所伤 烫伤 脑中风 癫症 心肌梗舌 肠梗阻 急性肠胃炎 急性肾衰竭 胎死腹中 慢性病如 糖尿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白血病 淋巴癌 肺癌 类风湿性关节炎 帕金森氏症 眉睫中和症 小脑萎缩症 自闭症 植物人 剑动人 红斑性狼疮 牛皮症 异味性皮肤炎 不论被西医诊断为 何种病名或病因 分属轻症或重病 内科或外科 原始点处理方法 都是一样的 即通过 变因失智三大诊疗方法 按推原始痛点 并用外内热源温脂 以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如此处理 不仅可治疑病 还可治胃病 我就是看到这里 这里写得不大好 按推原始痛点 并用外内热源温脂 以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我觉得因为它 既然用到三大诊疗方法 而且又是患处体伤 光按推还有外内热源够不够 不够啊 还要怎么样 配合按推患处啊 是不是 还要有其他保健方法 像重病 所以这里应该怎么写 就是温脂去掉 并用外内热源 及其他保健方法 这样就完整了 所以你看 有时候用词潜质 有时候以前读起来 OK的 现在有时候认真一看 好像还不OK 就是因为这样 还在修改 今天我才看到的 以前读也没有觉得怪怪 今天读起来特别怪 这里温脂是 是不是应该去掉 你们觉得呢 因为我在 变致病所惜时间 及是否有效 那一段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 它是要通过什么 按推原始痛点 外内热源 还有什么 按推患处 还有其他保健方法 有没有 都有用啊 那这里 竟然三大诊疗方法 怎么能这样写 有没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要前后一致 这里就是我的问题了 所以有时候 我的文笔还不是很好 然后写 有时候很轻易写过去 但是要写到很精准 确实很难 我们没有时间 我们就把它念完好不好 因为里面 有一些小部分都有修改过 好 你们继续念 换言之 若无病症 可从一条脊椎 及七处部位 找出原始痛点按推 并用外热源温知 以达到至未病的目的 若有病症 可从病症部位 找出相对应之 原始痛点按推 按推后若有改善 人需配合外热源温知 以达到解除 他处体伤所致病症的目的 按推后若无改善 则此病症系数 换处体伤所致 需通过重用外内热源 配合按推换处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及良好心态 来改善热能不足 所以你们有看到 如果自胃病 他要配合热源 是配合什么 外热源 还有他处体伤也是怎么样 配合外热源 所以记得 胃病 自胃病的时候 只用到外热源 顶多就是这样 好 继续看下来 提升体力 自愈力 已达到间接疗愈 患处体伤所致病症的目的 但如此处理 若人无效 甚至恶化 且病情严重紧急 则需考虑是否 热源无法直达患处体伤 例如高烧 食不下 腹痛 腹泻等病症 以及用姜粉灌肠 一天可多次 直接温暖腹部器官 如此才能化险为宜 通过原始点 所有方法仍无效 甚至恶化 之急性病或难治之病 显然已超出 人体自我疗愈的范畴 非从因解症所能处理 需审慎评估 从果处理是否有效 若有交由西医治疗 若否最好安于现状 再说 人最终都不免一死 但若能避免侵入性治疗 及含良性药食 在热能没有额外耗损的情形下 即使要走 也可以走得很安详 相较之下 西医从果治病 将仪器检查结果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反而自私一分 比如 严重腹部病症 若被仪器检查出 体内有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及组织受损 西医认为这三者 皆为疾病本身 且都有可能是 导致腹部病症的原因 而须治疗 但原始点从病因的诊断角度深入分析 仪器检查出来的 除组织受损属疾病之外 其余所有异常 并非疾病本身 症的不适感 功能问乱及体力虚弱 与壮的组织受损 故非疾病而属衰老 不可作为治疗对象 有衰老的异常 与疾病的组织受损 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是果而非因 不会直接导致腹部病症 若将其当成疾病之因 就会犯下倒果为因 而说一阵多因或果生果的错 再者 透过按推腹部病症 所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若有改善 即可证明 真正导致腹部病症的原因是 他处体伤 而非异常形态 及组织受损 若无改善 即可证明 真正导致腹部病症的原因是 患处体伤 虽然异常及组织受损 并非疾病之因 但原始点并不排除 异常形态及组织受损 可能会造成患处体伤 再由患处体伤 导致腹部病症 不过从失智的治疗角度深入分析 因为异常形态 及组织受损 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导致 所以严重腹部病症 不论是由何者造成患处体伤 再由患处体伤所导致 皆可用浆灌常 直接温暖腹部器官 以改善热能不足 间接修复异常形态 及组织受损 所造成之患处体伤 从而达到快速解除 腹部病症的目的 由此可见 原始点治疗疾病 只需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不必在细旧体内 有无异常形态 及组织受损 至于异常指数 只是抽象的数据 根本不会造成体伤 与腹部病症无关 中上所述 原始点是从因治病 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在诊断上 完全无需借助西医之任何检查 在治疗上 也不必处理体内的异常 及组织受损 此外原始点的诊疗方法 也以广泛应用于动物中 比如牛 马 羊 鸡 猫 狗 猪 而获得很好的成效 假以时日面对禽流感 或可不再扑杀 取而代之的是人性化的处理 也有外热源用于植物的成功案例 虽因个案太少 未成气候 但也值得期待 好 今天整篇这样读下来 看得懂吧 后面 看懂举手我看一下 好 表示本班程度都不错 那今天电影失智跟之前 有没有一样 还是很多的出路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